请写下你心中的女世界是什么 女性的家 女性成长的摇篮 我认为女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像我人生中的导师 我觉得女世界它就是一个community 我写了两个字 是连结 在我心里 女世界是经验 成长和希望的代名词 在我心中 这个女世界就是我们女性的娘家 无论是我们在外边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经了什么样的风雨 或者我们在外边特别的精彩和成功的时候 我们总想有一些自己人来分享 而女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总是可以找到跟我们相同的人 一起来分享自己的苦与乐 加入女世界后 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女世界让我变得更加的自信 更加自信 变得勇敢 一个是沟通 第二个是领导力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多了很多connection 就是让我认识到了各行各业都非常优秀的女性 加入女世界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我又回来了 特别特别有动力 那个生机盎然的 曾经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李林平 又回来了那种感觉 你对女人的感觉 女世界未来的期待是什么 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 我希望女世界能更加 活动内容更加有趣 就是多一些互动和交流 我的期待是对不同的文化背景 成长背景和年龄阶段的更多的女性 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女世界能够继续团结所有女性 共同成长 我希望十年或者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我觉得女世界还是那个我所认识和熟悉的女世界 我眼前出现的是众多众多的华人女性 无论她们在哪个国家 在世界的哪个地方 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这个群体 一起成长 一起往前走 一起去穿越生命中的挑战 一起去活出我们各自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